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久没有给大家录视频了 今天呢 是应该要录一个了 因为前一段时间呢 我的心情也不是很好 也是因为这个局势 但是思考了一下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 至少这一次虽然是失败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获得了很多的东西 而且我们应该去思考 怎么样去应对这样的新的形式 而且我相信呢 可能很多的一些支持川普的朋友呢 心情可能也不是很高兴 而且很多人因为这个呢 就是说觉得似乎美国这个灯塔 也被污染掉了 非常的失望 但怎么说呢 这个历史它很多时候呢 就是靠时间去磨 它不是像我们看电影一样 好像说 虽然有什么什么样的经历 但是呢最终的结局一定是好的 我们的现实不是历史 但是我觉得作为保守派 或者说是全球的保守主义者 我觉得 包括就是所有的支持川普的朋友 不应该去灰心丧气 为什么要讲这些原因 或者说为什么今天要做这个视频 去给大家分析这些问题 我觉得可以说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想法 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视频呢 能够稍微开阔一下自己的这个心情和思想吧 就是不要再沉浸在这种失望里面 我们需要去面对这个新的心事 好 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 首先得承认呢 拜登通过六减一币 终于尚未成功了 1月20号 这个美国大选也是 算是结束了 算是结束了 当然可能很多的朋友还听一些各种各样的传言 说什么要等到3月4号 或者要等到什么时候 可能我觉得更多的这个是一种美好的希望 美好的希望 甚至更多的说是一个美好的幻想 就是因为怎么说呢 就有点像那个就是一个人 这个期望很大的时候 但是呢这个没有达到期望时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呢会带更多的这种幻想啊 或者是这种对吧 而且 我并不是说 我不希望有这样的幻想啊 我不是说不是不希望啊 我也希望 后面如果说有什么像好的变数的话 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呢 我们也得面对现实 面对现实 对吧 当然了 呃 在这里呢 还是给大家说点好的消息啊 就是我相信呢 不是大家一个人 有这样的想法 你看看啊 就是这个 这是白宫的这个官方的油管的这个网站 放着这个拜登的呃 刷市刷市的视频啊 然后呢 这个刷市视频呢 因为他的这个点点踩的太多了啊 你看这个点踩太多了之后呢 他把他这个他把他这个呃 这个这个视频呢 把他给unlist了啊 藏起来了啊 这个这个所以实际上大家的心情都是心里明镜一样啊 呃 所以支持拜登的 估计很多的呃 都是这个对吧 空穴来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啊 地底下来的 然后呢 这个除了这个以外呢 其他的你看啊 这个这个也是最新的发的另外一个的啊 呃 这是这个新的所谓的总统的这个 他的这个发言人发这个呃 他的视频 你看看啊 这个点踩的 而且呢 这个这个你看这个google啊 油管还专门把这个数据给改了 你看这个三点一十一分的时候呢 呃 点踩的是达到了一万十k 然后呢 到了七点多钟的时候呢 哎 结果点踩的变成了三点一k啊 因为他实在看不上去了啊 就是把这个数据都改了 当然这里面也要提到像这些这个所有的这个大科技公司啊 他们也是跟左派啊是保持关联非常一致的啊 就是我们后面待会要提怎么样去应对这样的一些新的形式 所以呢这个也算是一个好的消息啊 就相当于说实际上我相信心里明镜的人越来越多 尤其是川普的这样的一次行动之后啊 呃 当然我也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知道很多朋友的心情也很难过啊 很难过 甚至有一些朋友呢 就是啊 达到了一个这个非常极端的这样的一种程度啊 就是啊 怎么说呢 就是一直一直认为这个川普是神远之子 神远之子 结果呢 没想到最终还是失败了啊 就是至少从1月20号这一次来看的话 真的是失败了 对吧 就是没有没有连任啊 因为他们的这个六减一币实在是太强大了啊 太强大了 所以很多人因为这个呢 就觉得啊 这个上帝和公义到底在哪里 实际上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很多时候这个历史需要靠时间去磨啊 去磨 他怎么说呢 我就做一个最简单的比方 大家都知道中共是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 对吧 但是中共这种邪恶症状居然在大陆存在了70多年的 存在了70多年 所以你说这个上帝和公义在哪里 对不对 只能说 很多时候 这个历史真的需要去磨 而 现在呢 这个民主党左派呢 他们把中共那一套呢 也学过来了 也就是相当于说是他搞的这个所有的这样的一些行动啊 全部都是没有底线的 没有底线的 而作为保守派的一般做事情都是有底线的 你这个没有底线的怎么能够斗得过有底线啊 就是有底线的怎么斗得过没有底线的 当然这个可可能还不是不是唯一的原因还有更多的原因啊 就是我们待会要分析一下 然后呢再想去怎么样应对 也就是我觉得现在应该是时候放下这个包袱 思考如何去应对这个新的形式啊 就是 当然你心中抱有希望这个是对的 但是呢 呃 如果说过多的去期望说啊这个下一个时间点 3月4号啊 什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 但是如果他没有发生 其实也没有关系 对吧 我们觉得 是时候呃 要放下包袱去思考如何去应对这个现在的这个新的局势 所谓的新的局势呢 就是民主党左派他们靠这一套呢 真的是上位了 而且上位之后呢 可能在全球都会形成这种左的这种思想啊 那当然了 很多朋友也很失望说啊 中共这一次又活过来了啊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确实这样的 现在这个全球呃 有点像这个全球这个左派的这个站主导啊 这个 确实不是一个很好的势头啊 这个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妙的形式 可能所有的自由人都要成为奴隶啊 如果大家应对不善的话 那么当然我们今天还是得分析一下这个保守派输给左派的原因啊 刚才我们说了其中一个原因呢 就是保守派有底线啊 左派呢民主党本来以前还算可以啊 但是现在他把中共那一套无底线的这个超限战啊 所有的都学到了啊这个呃 所以呢这个失败啊是有原因的 但是呢除了这一个原因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觉得啊必须得面对是什么呢 就是动员悖论 动员悖论啊 什么叫动员悖论呢 就实际上说啊 就是保守派啊 大家都知道美国的保守派 也就实际上以前的共和党 当然好多好多人说现在共和党里面有很多建制派啊 但是我们我不谈这些问题啊 不谈这些细节问题啊 就是保守派实际上他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动员悖论 就是大家都知道保守派支持小政府对吧 低税收对不对 这实际上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 就并不是说这个这个这个策略是错误的 这个策略实际上是对搞经济实际上是最好的 因为小政府啊 就是这个经济不需要这么多人去管 而且这个呃 这个小政府呢 实际上也不需要就是就是收更多的税去支持 去养更多的懒人吧 对吧 就是所谓的管理人 对吧 啊 说到这个呃 又说到中共了啊 中共实际上是中国老百姓为什么是最惨的 因为按照这个官民的这个比例啊 可能呃 很多人也看过这个数据啊 说什么呃 几个人几个的老百姓要养活一个官员 对吧 那这个真的呃 那不就不说别的啊 你就算是中共党员吧 这个按照中共的这个宣传 接近一个亿了 对不对 那那就不说别的啊 就是就算只是中共党员 对吧 你看一个中共党员十十个人可能就要养一个中共党员可能就是这样的啊 当然可能很多人说哦中共党员也不是说美国人都不工作啊当然肯定是有工作的但是 除了这个公共党员以外还有很多的这个启示业单位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些人对吧 他们也是需要老百姓去养的 所以这个实际上啊就说到了这个动员悖论啊就是呃保守派希望的是小政府低税收 但是这个对经济确实是很好 所以你看这个川普这四年搞经济搞的确实很不错 对吧 那这个所有的政策都是对位的 但是唯一他动了很多人的利益 哪些人呢 就是一些行政员员 因为虽然说美国的行政员可能没有中国那么多 但是他实际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纯啊 对不对 你看看现在为什么 为什么说这个这个拜登的六减一弊成功的呢 实际上很大原因也就在这儿也就在这儿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在所有的这个政府层面的有接近百分之八九十的是不支持川普的 为什么呢 动了他们的利益啊 所以川普他所有的政策就是一定要精简精简人员 就是呃 而且不要给他在大家提工资 对不对 那你说作为一个人来说他们愿意吗 对不对 就相当于就保守派的这样的一个悖论 这个是存在的 就是又要大家去支持他们啊 但是呢 这个干部他没有办法去用利益去去收买他们 这个是一个问题啊 我这里面所谓的提的干部呢 就是所有的这个呃 美国政府的行政员 对吧 这个所以所以很多的这个行政员 他如果集合在一起 而且而且呢 这个左派媒体在在不断的去宣扬仇恨 对吧 也就是仇恨川普啊 就是也不是仇恨川普啊 就是就是把川普丑化啊 然后呢 就就是相当于潜移默化的这个让让所有的这个呃 这个政府的行政员的所有办事的人啊 就是呃 只要是搞笑川普的啊 这个就是一件正义的事情啊 所以他们心安里的去做 比如说他们也有利益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川普下去了 他们可能会获得更多利益啊 他们不会被裁员了 他们的这个工资收入还可以更高啊 对不对 这个是实际上是保守派的这个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没有办法去啊 集中干部的力量 这个是没有办法 这个是他的天然的一个弱势 而左派的这个强项就是动员干部 因为他要的就是大政府嘛 对不对 当然我们就说这个超级大政府就是中共搞的这个政府 对吧 管一管一切 党管一切啊 所有的人其他人都是奴隶啊 这个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说要反对左派啊 反对左派就是因为他最终搞的就是 奴役了所有的自由人 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但是呢 你别说啊 左派他还真的有他的强项 就是动员干部 因为他要搞大政府嘛 对不对 高税收 对吧 他收上来的税呢 他可以养活更多的这个 啊闲人 对吧 然后呢 他需要这个搞各种组织活动 对吧 这样的话呢 这个美国政府里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干部啊 也就是所有的行政员员啊 他们更多的应该说是支持左派的 因为他们是也有利益啊 对吧 你说这个大政府就是我会招聘更多的人 每个人可能这个收入会更提高啊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啊 这就是他们的这个强项啊 这是他们的这个天然的强项啊 但是呢呃 我们说左派他也他有一个致命的这个问题 对不对 就是相当于说他搞他不能够搞 他只会把这个经济越搞越垮 这个是没有办法 对吧 这因为你说这个高税收大政府最后搞出来的 对不对 这这不说别的啊 这个实际上在中国大陆已经实践了这么多几十年 死了多少人 对吧 这不就是左派搞出来的吧 是不是 所以这个也是没有办法 嗯 但是呢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嗯 保守派没有把这个力量聚在一起 当然我们前面说了这个保守派确实也 从这个美国政府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层面上 他确实没有办法去团结更多的行政人员 所以也导致了 我就是像刚才说的这个六减一币为什么成功啊 他所有的他就相当于左派已经动员了所有的这样的一些干行政的 对不对 因为你说你要揭穿这个六减一币对吧 就是你要所有的德 你不仅仅要出示证据 你还要这个呃 减公检法啊 就是像国内那一套 对吧 公检法 你这所有的都要执 还有这个什么执法单位啊 全部都要行动 但是为什么什么 FBI 我什么 CII啊 还有所有的这些 他们都没有没有行动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原因 嗯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可能他们其中百分之八九十 就是想把川普搞下了 对不对 而且呢 按照这个左左派媒体的这件事上传传啊 川普他是最邪恶的 对吧 他们就是心安理得的就要把他搞下了啊 哪怕就是用用这种 就是用各种下三段的手段 哎 他们也觉得 嗯 我用下三段手段 就是要用这个不正当的手段 去换取他们心中所谓的这个正义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没有办法 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保守派其实也没有把力量聚在一起啊 可能很多朋友说 哎 怎么没有聚在一起啊 这个这个这个抗议游行搞了那么多次 对吧 抗议游行那不叫把力量聚在一起 那是一盘散沙 对吧 你说你要聚在一起 你要组织在一起 组织在一起 然后呢 统一行动 那不仅要统一行动 你还要建立各种各样的力量 你包括呃 所谓的这个右派的媒体力量 对吧 除了媒体力量以外 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 对吧 软件硬件都要有 左派有的啊 保守派也一定要有 但是实际上现在你可以看到保守派 真的什么都没有啊 除了这个川普凝聚起来的力量以外 民众的力量以外 其实保守派真的是不堪一击啊 或者说真的是没有做好准备啊 真的没有做好准备 因为左派他现在就是一个无底线的超限战 那如果这个时候保守派不能把力量聚在一起 那绝对是赢不了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 这个也是保守派的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他们不能够去动员发动干部啊 这是他的天然的弱势 但是呢 如果保守派能够拒绝力量 通过其他的这种方式 我觉得还是可以扭转很多的东西 然后呢 这个左派 对吧 他虽然说能够动员干部 但是呢 他会给社会经济大量灾难 所以为什么我说 我们一定要反对左派的原因 因为这个社会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实验 共产主义这种实践 在中国已经搞了那么多次了 对吧 死了多少人了 几亿人 对不对 都是他们带过来的 所以这个任何 我一直在强调 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种恶 都比不上一个政府作恶 为什么 因为一个超级大的政府 它的作恶 影响的人 那是最多最多的 这个政府 它什么都不做 比它作恶 要强很多 但是呢 这个左派的这样的一个大政府 它一定会 带来更多更多的灾难 哪怕说它就是所谓的这个好的出发点 它也会带来很多很多的灾难 它一个不胜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人死亡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在中国实际上已经实践了这么多 实践了这么多年 可能很多人很多人说 在其他地方会是一样吗 只要是左派 没有例外 没有例外 而且呢 它这种实际上是也没有办法去拦以为继的 它实际上就是通过高税收 就是颅遇所有的人去收卖这个干部集团 那最后呢 这个干部集团变成一个肿瘤一样 越长越大 最后养不活了 对吧 它不就是怦然倒塌了吗 所以呢 左派的失败 或者说左派 在失败的时候 他要垮的时候 他带来的这种灾难实在太大了 但是右派带来 呃 就是所谓的失败 就是被左派给干掉的原因 或者说是斗不过左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或者说他的这个失败呢 只是因为他不能够去动人干部 因为他要的是小政府低税收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那么保守派该如何的扬长避暖 那么分析了这么多啊 我相信很多朋友心情应该会稍微好一点啊 就是不要过于沉浸在那里 那我们现在要想的是该如何扬长避暖 该如何扬长避暖 我觉得 所有的保守主义者呢 需要一起站出来 脚踏实地建立自己的组织 极具力量 像我们刚才说的 你的媒体 还有其他的各种不同的势力啊 对吧 还有你的这个呃 保守派的这样的一个呃 阵营党派 然后呢 怎么样组织活动啊 怎么样主持各种下令营 对吧 呃 就像左派搞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一样的 对吧 呃 保守派应该也要搞啊 必须得搞啊 不搞不行 对吧 他们都是无底线的这种超限战都出来了 那保守派如果还这样保持沉默的话啊 最后全部都会沦为奴隶啊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 然后呢 两年之后再站啊 当然可能两年之后 对啊 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 当然很多人都说哦 现在他已经靠作弊 呃 那以后可能啊 真的挽救不了了 怎么说呢 这个事情还得再看 因为啊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这个需要更多的保守主义者站出来 这样才能够尽量的减少他们的这种作弊 对吧 那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觉得 川普并没有失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实际上大家应该也看到了啊 就是川普的这一次的抗争啊 虽然说最终的结果啊 失败了 但是从毛准意义上来讲 他并没有失败 因为他唤醒了更多的保守派 他唤醒了越来越多的人啊 因为我们也需要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 而这些人 他们现在真的站出来了 我们看到了啊 就是川普大一栋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而且呢 实际上这一次包括这个推特 他把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啊 账号给封了啊 很多人一下就看清楚了啊 这样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左派到底 他们的力量来自哪里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呃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支持川普的朋友也不必灰心丧气了啊 虽然说正义可能会迟到 但一定不会缺席 那么最后呢 还得再说一点点啊 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除了要建立自己的组织 建立自己的阵营以外啊 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大家保持希望 同时呢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所有的保守役者 可以发起一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抵制这些左派的巨型公司 亚马逊啊 苹果呀 Google啊 推特啊 和脸书 我在这里呢 也再一次的呼吁大家一起 不在亚马逊买东西 不用苹果的产品 尽量不用Google 删掉推特和脸书 因为你花在这些左派公司上的钱 其实只是让他们用来建设 鲁豫我们自己的数字监狱 因为左派搞的这一套 他们最终会鲁豫我们所有的自由人 而这一次川普总统的失败当中 很大一部分因素 也在这些左派的这个巨型科技公司上 尤其是以这个亚马逊 Google 苹果 推特和脸书为代表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我这里再一次呼吁大家 所以大家保持希望 然后呢 把自己该做的事情 其实 把身边的事情做好 就是一种支持 然后在最后再套用川普总统 在告别的时候 说的最后一句 一起给大家共勉 The best is yes to come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然后往我们一起期待吧 好 今天的话题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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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